中文字幕 李宗盛 《佛琉,威比亞人》 《佛琉,威比亞人》 你又是用裝修的風格 來描述這個立馬的做法 不知道我已經不不扣袋 畜了一些酸材的主要 很棒 灣區生活多多些 容易告訴你知道 移居回來灣區 肯定會有方方面面需要考慮 例如來到一個人生地不熟的地方 我們究竟要怎樣算呢? 我們容易工作室 會從飲飲食直到各方面生活的提示 都會還原最真實的狀況給大家 而且還會邀請居住在灣區的嘉賓 真實地分享所有的生活給你們 了解清楚再做選擇 一點都不像 灣區生活知多點 2024超容易 今天Mango帶我來吃這個 可以說是高端粵菜 因為平時大家去外面吃的私房菜 包括我們之前拍攝了很多粵菜 其實菜單都差不多 但是今天Mango 其實是我主動吃餐 不好意思各位 我又主動吃餐 今天看到菜單實在太美 所以我忍不住 我說Mango 求你帶我去 當然要跟觀眾朋友分享 因為現在大家去開幾間 我相信你去到差不多吃鹹 而且去外面都是魚鴿燒鵝 所以今天想介紹一些特別的東西給大家 沒錯 這間我們看到菜擺出的菜品 跟其他有少少不同 不如我跟大家讀一下 今晚這一餐差不多三千元 今天是我們設計師朋友 設計天團的醉餐 天團的醉餐 跟大家去分享一下 先讀一下菜單給你聽 好啊 我面前這個就是一個 位上的 是黑蒜羊肚菌湯 看起來就像一個豉油湯一樣 黑蒜是有一種甜甜的 這種味道 所以有黑蒜羊肚菌 它一會兒是波士頓龍蝦豆腐 即是它這隻上來會比較有排面 一上來會有兩隻 哇大的 很硬的菜 如果你招呼朋友過來的話 哇這碟送一上來真的夠了 然後我們今天要有蟹 是嗎 紅紅火火 除了有蝦 還有這隻我們的 哇 掩仔蟹 因為這個時間是掩仔蟹的時間 每隻都爆高 沒錯 而且中山的燕仔是出名的 是鹹淡水膠界柱 你才有 我已經聞到那一陣花雕 是不是花雕的香味 它是熟醉的 對 不知道口味是怎樣 馬上試試它吧 姐姐 我不客氣了 各位大佬 那我先試一下 每隻都有膏 這個花雕 它不是偏淺 我一開始覺得它是那種很浙江方面 嘈吵那種 對 即是上海、浙江、蘇州那邊 那種比較甜的花雕 但是吃下去它不是 它會比較淡一點 沒有那麼甜 但是酒味聞起來 也是很香濃的 會比較適合廣東人的口味 因為這個中秋節前後 絕對是吃蟹的位置 嗯 它這一種鹽仔蟹 那種鹹淡水交界的鹽仔蟹 配合這隻熟醉 對 很棒 它不是有那種那麼甜的味道 它的口感 其實有新的 即是可以置一個新的地方 給大家去找食物 除了有這個熟醉 好像是98元一隻 你可以選擇開以上 那也不算貴 然後其中有一道我很興趣 是酸湯豬腰 還有下面的鮑魚撈飯 經常都是鮑魚撈飯 鮑魚撈飯 但是今天真的要試一下 稍後我們再上其他幾道菜 再和你現場直擊報導 這些口味如何 我們現在上的這隻是 蓮州藍鴨 剛才Mambo 我們今天設計師開會 所以Mambo和Henry 對這個藍鴨 產生了一個挑戰 而我們中山的藍鴨 黃埔藍鴨 黃埔藍鴨 和我們的蓮州藍鴨 有什麼不同呢 那專家可以 不僅懂裝修 其實不同 風乾程度和鴨種 是完全不同的 我們中山的黃埔藍鴨 對於選鴨 選很大隻 肥的鴨 是鴨 鴨的天素比較足 所以它的鴨 鴨味的香味 又重一點 鹹一點 我覺得油一點 但這個好像乾 因為它選的鴨 鴨比較肥 但是當然有些人會喜歡的 特別是煲仔飯 一定要拿回鴨味 因為它夠肥 哇 那些油放回去那些煲仔飯 就雙低液漿 對 對 容易工作室精心製作 隆重推出 每日的裝修小課堂 每日三分鐘 裝修很輕鬆 Henry Francis Mambo Freddy Sherry 設計師 輪番上陣 從裝修流程 材料選擇 工藝標準 設備選擇 配搭方案 方方面面科普 裝修過程中 你的各種疑慮 可以在評論區 留下你對裝修的疑話 我們每日會抽出三分鐘 來回答你的問題 你又是用裝修的風格 來描述這個蠟鴨的做法 其實平常我們吃飯 聊天都是很開心的 這個是其樂融融的團隊 隨機點一下Mambo 這隻就是用陳皮 我們場外觀眾加價 是 這個是叫做 這個叫做 蒜蓉蒸海鮮 蒜蓉蒸海鮮 我們的隱藏食家Mambo 點評一下這隻 你試一下它是不是海鮮 首先我覺得它的蒜已經很專業 因為蒜會有分生熟蒜 正常的比例就是熟蒜和生蒜都要割佔一半 吃起來才會有蒜的新辣感 還有熟蒜的香味 全部生蒜又不行 全部熟蒜都不行 其實看起來我覺得已經是相當誘人的 那你試一下 因為其實我們在試吃的過程 第二個我們也做過介紹一些新的東西給大家 其實我們平時試汁蒜又多 或者是乾煎會多些 但是這種生熟蒜來蒜 我們的海鮮的做法 真的是比較少見的 這個就是我們的其中一個應菜 波士倫 波士倫香 它是用麻婆豆腐的做法 來做這個龍蝦 基本上這個是比較有面子 因為擺出來比較棒 這個麻婆豆腐 因為我在四川讀書 其實它的做法是適合了大部分 因為它下面要加熱 是要剝出來的汁 混合豆腐 然後在很熱的情況下 混合飯 這樣才是美麗 所以這個做法 這樣擺盤 下面有小燈 就是正宗的麻婆豆腐 最少表面的做法 它是適合的 試試試 馬上去 我現在有碗 鮑魚拌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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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 嘉嘉姐 我們來吃我們的鮑魚拌麵 這個鮑魚拌麵 其實是 出乎我意料這麼大的鮑魚 18元的鮑魚拌麵 鮑魚拌麵 小一點 只有中間鮑魚拌麵 但是這個鮑魚拌麵 大很多 大很多 對 不知道我已經筆不扣袋 拌麵了一些酸菜豬腰 很棒 對了 還有一個酸菜豬腰 它的豬腰已經很入味 然後它就不會太酸 然後會有少許微辣的感覺 酸得來又有點辣 這個做法跟麻辣不一樣 它這個是用鮮花椒 鮮的花椒是這邊 村菜做得比較多的 嗯 因為這裡 我們今晚來 是因為它用了一些 村菜的做法 融入了在一些 廣東經常做的 一些產品上 你看呢 剛才我看到它的椒這麼深色 我還以為它已經是 錄到老了熟了 但是不會 嗯 剛剛好 剛剛好脆脆的 脆啊 吃到是嗤嗤嗤的感覺 這隻 又不是很辣啊 你真的可以點菜 不是 我跟老闆說的 他們有美食家來點名 三位 四位美食家 那我們這一道鮮花椒 又是另外一道花椒的菜 但是呢 這次就不是浸豬 是浸無骨質魚的 那這裡呢 剛好有一位 住在西江附近的 小慶的朋友 那對河鮮 是非常有研究的 那請回答你的意見 質魚就出名是多骨 還有鮮甜的 嗯 鮮甜味是有的 而且它其實是用 酸菜方式做的 有酸菜 有辣椒 什麼椒 鮮花椒 鮮花椒 有鮮花味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它其實是 難得再一下 剛剛那些 側魚的小骨 已經沒有了 嗯 其實有留下骨 就是大骨 但是應該會看到 魚很大 因為骨也很厲害 但是沒有了小骨 那接著呢 它的酸啊 辣啊 有一點點麻的 味道剛剛好 剛剛好 對於我們 食慣粵菜 是非常友好的 好 好 哈哈 謝謝 今天這頓飯就結束了 我們埋單是差不多 三千元 三千元 然後十二個人吃的 人均的話都OK 我覺得 即價錢呢 不算怪 因為其實有鮮 有龍蝦 有去骨的質疑 有安格斯牛扒 而且它的做法都算是 但是中山我覺得還可以 最少新鮮 對 最少新鮮 對 最少新鮮 然後有鮑魚撈飯 鮪上 還有有染仔蟹 其實排面 即是中山吃三飯 有蝦 有龍蝦有蟹 那十多人都走不掉 是 二三千元 這個性價比來說 是OK的 口味上 其實我比較喜歡的 你喜歡哪個 其實是這個鴨 我喜歡豬腰 然後還有薄殼 我們還未認得到 但是它這個 因為我以前 我一直都很喜歡吃薄殼 但是我沒試過 有人幫我撕掉肉 所以 而且這個薄殼 它跟中山有一個炒蜆肉 炒蜆肉 對 我們還有一個德國鹹豬手 又是一個很重的菜 事不宜遲 不是 它這個時候拿起來 肯定是要介紹它 這個肥瘦相隔也不錯 這個反而有驚喜 因為很多德國鹹豬手 我們外面吃的皮很硬 這個很脆 是脆 好像燒豬一樣 嗯 這個我 挽回多一點分鐘 那你可以再說 你剛才不滿意 就是你覺得一般的地方 薄殼其實 比較鹹 嗯 這個其實大家可以 著情考慮 第二個就是龍蝦 基本上如果這樣拆開之後 你只能感覺到豆腐 但是龍蝦的鮮味和 你剛才一開始的時候 你稱讚它的做法是正宗的 不是 它的樣子 但是你吃下去之後 其實我覺得那個 既沒有麻辣的感覺 但是龍蝦的鮮味 其實基本上 可能那個餐 你就是買頭和身 可能你已經四川化了 不夠辣 就是我感覺上 但是它一定帶給你一些新的感受 因為這間店 在海恩裡面有的 是 就是我們想著去的海恩市場 那裡年年有餘 中午時間還有乳鴿特價 28元還是18元 你很清楚 因為我們真的 每一道菜都一樣 吃出來 都是給錢吃 都是良心推薦 但是呢 可以讓你找到一些新的不同的口感 嗯 還有剛剛 我還有這個艾仔蟹 也想說一下 我覺得它其實 雖然剛才一開始的時候 我以為它的做法就是 特地清淡 但是我覺得它 好像真的不是很夠味 不是很夠力 不是很夠味 因為裡面的膏 就是蟹是漂亮的 但是其實它進不到那一層熟醉的 有些浪費了 是的 蟹是漂亮的 所以這間餐廳 我們向你推薦的理由 所以它有新的不同的口味 可以給到你 就是不要再吃乳鴿 還有燒鵝的時候 有些客人或者朋友 從外地過來 你都可以招呼他們 來這裡試一下 嗯嗯 OK 那這間年年有餘 推薦給你 下次來感受一下 我們下期和你分享 更多其他的美食 下期再見 拜拜 每天三分鐘 裝修很輕鬆 大家好 我是Mambo 今天介紹一個裝修的模式 就是設計公司加施工隊 顧名師就是多了一個設計 多了一個設計 有什麼好處呢 這類型的設計公司 它就負責做效果圖 還有做施工圖 現場呢 它會有三到四次一個 到實地考察的一個次數的 它會去到現場 和你做一個技術的交底 那麼收費呢 一般就是兩百到五百元一方 正常一間屋下來呢 就兩萬到五萬元之間 那麼做有什麼好處呢 第一個好處呢 就是我們有圖子 有施工圖 我們溝通起來會更加清晰 還有我們就不會說 我想到是這樣 你幫我做 但是你想的 還有我們包工頭理解的 是不是同一樣東西呢 不一定 所以有一張圖在這裡 會整體佈局 還有你想表達的 就會清晰很多 那麼第三樣東西呢 就是遇到什麼問題 那麼第一個問題呢 就是工人很多時候 他是不一定會看 你那張施工圖子的 那麼這個時候呢 就需要業主每日到現場 或者設計師每日到現場 去跟工人講解 還有經常要去看一下 工人有沒有做錯 在他做錯之前 你叫停是最低成本的 那麼這個就牽涉到另一個問題了 就是我們的服務次數 設計師的服務次數是否足夠 因為一般都是三到五次而已 超過了另外計的 那麼第三個呢 就是設計上的考慮問題 那麼就是譬如設計師 效果圖熟用這個材料 那麼但是這個材料 你在市面上買不買得到呢 還有這個櫃要懸浮 那麼懸浮怎樣去支撐呢 因為這件事是要你自己對接另外一個商家的 譬如是這個櫃體 它要吊起來 它要反地心吸力 那麼是怎樣去實現呢 那麼這件事可能要幾個工種去對接 你可不可以對接得到 還有設計師做的這個設計可不可以做得到 這件事也是要花時間去溝通的 最大的問題就是責任問題了 剛才說到就是如果天花 譬如是天花 設計師畫這一張圖 工人理解錯了已經做了 整年都做了 甚至是已經在批灰了 那麼現在說效果和它的一個工藝的要求 達不到標準的 那麼究竟是設計的問題還是施工問題呢 那麼這件事就可能會產生矛盾 從而它的預算也是不可控的 那麼這件事就適合什麼人群呢 比較有空退休的業主 還有它有一定的裝修經驗呢 那麼它是可以自己把控到這件事的 那麼還有是樂於去嘗試的 試錯的 那麼你就可以選擇這類型的裝修方式 那麼今期節目我們就分享到你了 拜拜